浴瓣混凝土車開在路上 輪胎突然掉了下來 嚇壞附近的居民 驚險畫面出現在南投 一台行進間的混凝土車 一顆輪胎就突然掉落 往附近的民宅衝過去 居民嚇得跑出來查看 發現自家遮雨棚的柱子 都被撞壞了 幸好沒人受傷 水泥車在大馬路上開著開著 下一秒右前輪胎突然掉了下來 直直往附近民宅衝了過去 剛好撞到那條 輪胎在地上滾了一下才停下來 巨大的聲響也嚇壞附近居民 我們就在裡面插一條 我們就在這裡 他就摘到那裡 被輪胎這麼一撞 柱子殘骸噴飛一地 10號下午1點多 一台混凝土車行進南投其山路時 輪胎突然掉落 撞壞附近民宅遮雨棚的柱子 紅色衣服的駕駛 也急忙下車查看 看到這一幕 對象及後方車輛 放慢速度緩緩開過去 就怕被波及 好感到力中又開得慢 本來都在這裡開口 不然如果這樣就 事情大條了 他輪子的螺絲如果鬆動 輪子可能會跑出去 第二個原因就是 他輪子的軸心的軸心 如果附上輪子也會跑出去 疑似輪胎螺絲鬆動 釀成意外 幸好無人受傷 至於後續賠償事宜 混凝土車業者承諾會幫屋主修繕 只是車子好端端開在路上 輪胎竟然離家出走 還插點砸傷人 也是死掉未及 記者曾如辰南投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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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